和兵长做对会是什么下场 答案就是像极克这样 被一根巨大的雷枪穿透父母 稍微乱动就会立刻引爆 为了限制极克的行动 兵长还手起刀落 直接砍断了极克的双脚 剧痛袭来 极克的意识逐渐磨 似乎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得益于父母的针针教导 他从小就是坚定的埃尔迪亚复兴派 他和父亲格里莎一样 也想推翻马来 解放所有的埃尔迪亚人 可在不久之后 他却发现自己的父母已经暴露 马来即将派军队实施抓捕 极克本想劝父母暂避锋芒 不要再做那些危险的事 但格里莎却觉得极克太过怒冷 肯定又被马来洗脑了 他恨铁不成刚地告诉极克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 就绝不会放弃反抗 离开家之后 极克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好友沙瓦 沙瓦和他一样都是埃尔迪亚人 也是上一代的兽具继承者 沙瓦告诉极克 现在最好的结果 就是你站出来主动揭发 只要你向马来表明忠心 你和你的祖母就都能活命 于是在不久之后 极克带着马来宪兵闯入家门 告发了自己的父母 在格里莎夫妻被带走的那一天 沙瓦守在极克身边 哭着告诉他这件事并没有做法 也正因为这件事 极克受到了马来高层的信任 成为了受据后补 而沙瓦的任期也即将结束 他本就是一名科学家 继承巨人就是为了调查真相 通过十几年的调查研究 极克发现始祖不但可以篡改族人的记忆 甚至还能改造族人的肉体 六百多年前 世界曾爆发过一场传染病 数千万人因此死亡 可之后的某一天 这种病毒却从埃尔迪亚王国消失了 因为当时的国王使用始祖之力 改变了国人的身体构造 极克文言却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他是否能用始祖之力 让埃尔迪亚人无法生育 只要无法生育 那么只要不到百年时间 埃尔迪亚人就会从这个世上彻底消失 巨人威胁不攻自破 也不会再有心生而像他这样 来到这个世上受苦了 沙瓦愣住了 他没想到极克居然会生出这种想法 沙瓦告诉极克 自己在继承受剧之前 曾经有过一个家庭 和妻子在得知他是埃尔迪亚人后 居然带着孩子割喉自杀了 沙瓦后来加入军队 继承受制巨人 其实也只是想找个华丽的身份自杀罢了 沙瓦在极克身上 看到了死去孩子的身影 正如极克所说的那样 如果他们从未出生 就不必到这世上受苦 也就在那时 极克坚定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他要夺取始祖之力 这并不是为了马来 而是为了所有的埃尔迪亚人 让埃尔迪亚人无法生育 在岁月长河中默默消失 这就是极克的救赎计划 兵长听到极克的低语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极克并不指望兵长能理解他 他所做的并非杀戮 而是拯救 将那些未出生的孩子 从这个残酷的世界拯救出来 说到这里 极克突然放声大喊 沙瓦先生 您可一定要看着我了 极克话音未落 就强忍疼痛扯断引线 砰的一声轰鸣巨响 车厢在火光中被炸成了一堆碎片